海鸥乔纳森 理查德巴赫著 第四章 海鸥乔纳森离开海滩已经好多年了 现在那里生活着一群地球上最奇怪的海鸥 许多海鸥刚开始领悟乔纳森说过的话 它们上下翻飞 翻着筋斗 这种练习场景几乎与老海鸥们的生存方式一样常见 它们仍旧对那些荣耀的飞行熟视无睹 重复着单调的直线 平直地飞向渔船 只为获得一些湿面包招 弗莱奇林德和乔纳森的其他学生 在漫长的教学过程中 向海岸线上的每一群海鸥传授着 关于自由和飞行的信条 那段日子里发生了很多大事 弗莱奇的一代代学生 都享受着精确飞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快乐 有的海鸥在练习特技动作时超越了弗莱奇 有的甚至比乔纳森做得还好 一只极为积极的海鸥的学习进程 达到了最高的层次 如同乔纳森做到的一样 它脱离了有限的地球表面 飞向了更为高远的地方 那真是一段金子般绚烂的日子 成群的海鸥亲密地靠在弗莱奇身上 只为抚摸这只被乔纳森亲自指导过的海鸥 在他们心中 这是一件如此神圣的事 尽管弗莱奇不断地告诉他们 乔纳森也只是一只平凡的海鸥 他所学的一切都已经交给他们了 但他们仍旧日夜跟着弗莱奇 想听到乔纳森说过的直言片语 或是学到他精确的姿势 不肯放过任何细节 他们越来越执着于细节 这让弗莱奇十分不安 他们感兴趣的曾经是乔纳森的飞行思想 他的训练技巧 完美的速度 以及在空中自由翱翔时的荣耀 如今他们似乎从这项艰苦工作中解放了出来 沉醉于乔纳森的传奇之中 仅仅把他当成了偶像 弗莱奇大鸥 他们问道 伟大的乔纳森曾经说的那句名言是 我们其实是伟大的化身 还是我们的确是伟大的化身 请叫我弗莱奇吧 我只是普通的海鸥 他回答道 敬意于他们居然用这样的称呼来标榜自己 他具体用哪个词有什么重要的呢 两个词是一个意思 都表达了我们是伟大的化身这个道理 但是他知道 海鸥们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 他们认为这只是在逃避问题 大欧弗莱奇 当神圣的大欧乔纳森准备飞翔时 他是向前迈出一步还是两步 没等他提出这个问题的荒谬之处 另一个问题又接踵而至 大欧弗莱奇 伟大的大欧乔纳森的眼睛是灰色的还是金色的 提问者是一只灰色眼睛的海鸥 他急切地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不知道 忽略着无聊的关于眼睛颜色的问题吧 他的眼睛是紫色的 这有什么重要的 他想告诉我们的 只是我们能像他那样飞翔 所以我们不应该一醒来就站在这里 讨论什么眼睛的颜色了 现在请大家集中注意力 我来给大家示范快速旋转 海鸥们发现快速旋转的难度太高了 便纷纷飞回了家 还以便沉思 伟大的乔纳森拥有紫色的眼睛 和我的不一样 和我见过的所有海鸥都不一样 一年又一年过去 课程的性质逐渐改变了 开始是在飞行中歌颂乔纳森 之后是飞行练习前后对他的敲声谈论 最后变成了站在沙滩上 日复一日的背诵乔纳森的种种事迹 最终飞行练习已不复存在 弗莱奇和乔纳森的其他学生 对这种变化时而困惑 时而恼怒 时而坚定地力求改变 但又无能为力 他们被给予了更多的荣誉 却越来越不受尊敬 失去了话语权 练习飞行的海鸥变得越来越少 这批学生一个接一个地去世 只留下冰冷的尸体 鸥群抬起尸体 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悼念仪式 海鸥们的泪水洒满了大地 令人动容 他们将这些海鸥埋在巨大的卵石坑里 每一块卵石都是悲痛的鸟儿 长久地哀悼之后安放的 这个石种变成了一处圣地 对于任何一只想与万物合一的海鸥来说 在这里放一块卵石 并念上一段道词都是必要的仪式 谁也不知道万物合一究竟是什么意思 它如此深奥 任何海鸥都不会问及这个问题 没有谁想当傻瓜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所有海鸥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放在大鸥马丁坟墓上的卵石越漂亮 就越有机会到达这个境界 最后 弗莱奇也去世了 事情发生在一次独立飞行中 那是他最纯粹 最美丽的飞行 他的身体消失在一段长长的垂直慢速侧帆中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海鸥乔纳森时所做的练习 他消失后 没有卵石做成的坟墓 也没有为了践行万物合一而进行的沉思 他消失在了这次完美的飞行中 下一周到来时 弗莱奇没有出现在海滩上 没有留下只眼片语 他就这样消失了 鸥群慌乱起来 他们聚到一起 开始思考发生了什么事 有海鸥说 他们看到弗莱奇和他七位最初的学生 站在一块石头上 这块石头今后将被称为合衣石 之后 云层突然散开 伟大的海鸥乔纳森出现了 它有象征着荣耀的羽毛 佩戴着金色的贝壳 额头上悬挂着一颗珍贵的鹅卵石皇冠 象征着天空海洋风和大地 他召唤着合衣石上的海鸥 这时弗莱奇奇奇迹般地生了起来 周身围绕着圣洁的光芒 在海鸥们合唱的圣歌中 云层渐渐合上 为了纪念弗莱奇 合衣石上的卵石越来越多 成了这个地球海岸线上 卵石数量最多的石堆 许多地方都建起了合衣石的复制品 每周二的下午 海鸥们都围绕在卵石堆旁 倾听海鸥乔纳森和他那些神圣学生的传说 没有一只海鸥进行过必要的飞行之外的联系 此外 它们还衍生出了一种奇怪的习惯 更富裕的鸟儿会在飞行时 用会闲着树枝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树枝越大越重 它们便会得到越多的鸟群的注意 也越会被认为是前卫的飞行者 渐渐的 有些海鸥开始意识到 那些执着地闲着树枝的鸟儿 因为树枝的重量和拖拽产生的阻力 成了欧群中阻碍飞行的存在 光滑的鹅卵石成了乔纳森过往的教学的象征 渐渐地却被老旧的硬石头取代了 对为激发飞翔的乐趣 而教导飞行的海鸥来说 这无疑是最坏的象征 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些 毕竟现在的欧群中 已经没有谁是举足轻重的了 星期二的 例行飞行取消了 变成了一群无精打采的海鸥的聚会 内容是一些城市化的朗诵 仅仅几年后 这些朗诵就成了如同花岗岩一般 死板的经文 神圣的乔纳森大欧深切的同情比沙中的跳蚤还背下的生灵 一遍又一遍 这样的内容会在每周二持续好几个小时 那些正经学生把快速的朗诵视为杰出的象征 根本没有海鸥能听清其中的字句 一些傲慢的鸟儿怯怯私语 即使能从中依稀分辨出几个词 但从整体上来说 这些话没有任何意义 乔纳森的形象出现在沙石上 他那犹如紫贝壳般的哀伤的眼睛 突然出现在海岸线所有的石堆上 比任何一块代表其形象的石头都更加沉重 不到两百年的时间 乔纳森的飞行思想就被短短的几行经文代替了 那句话是 神圣的主啊 没能超越平庸思想的海鸥 将比沙中的跳蚤还要背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围绕着海鸥乔纳森的仪式 越来越荒谬 越来越狂热 有想法的海鸥们将课程转移到了天上 甚至不想出现在能看到石堆的地方 那些为了仪式和迷信建石堆的海鸥 宁愿在修建失败后找各种理由 也不愿认真工作 更不愿感念它的伟大 矛盾的是 有思想的海鸥们根本不愿听到 飞翔 石堆 伟大的海鸥 乔纳森这些词 却正表明 它们是自乔纳森以来最清醒 最诚实的鸟儿 只要一听到乔纳森的名字 或是听到那些所谓的正经学生的陈词烂调 这些明智的鸟儿便会马上锁上心门 因为好奇 这些海鸥开始尝试飞翔 尽管之前 它们从未用过这个词 这不是飞翔 它们一遍又一遍地强调 只是一种寻找真理的方式而已 所以 尽管它们拒绝承认 自己是乔纳森的学生 却成了它真正的学生 它们拒绝盲目崇拜海鸥乔纳森 无形中 却按照乔纳森的方法 践行着练习 这不是一场喧嚣的革命 没有呐喊 也没有挥动旗帜 但是像安东尼这样 羽翼未封的小海鸥 却开始提出一些问题 它向一个正经学生提问道 你看 它们每周二都会来这儿听你讲课 无非出于三个原因 或是认为可以学到什么 或是它们觉得在石堆上 多放一块石头会让它们觉得神圣 或是因为别的海鸥 期待它们能来 你觉得呢 难道你什么都没学到吗 小家伙 不 我知道这里肯定有什么是值得我学习的 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一百万颗卵石 不会让我变神圣 可能我不配得到它 而且我也不在乎别的海鸥 是怎么看待我的 那你的答案呢 小家伙 他知道 以前也有这样的异端邪说出现过 你认为什么是生命的伟大奇迹 以伟大的海鸥乔纳森之名 他说飞翔 生命中没有奇迹 长官 只有无尽的无聊 你说的伟大的海鸥乔纳森 只是很久以前编造出来的神话 弱者才会相信神话 因为他们无法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 你居然说一只海鸥 可以达到200英里每小时的飞行速度 我试过了 我能达到的最快速度 就是50英里每小时 即使这样 我都要失去控制了 有些飞行规律是不可能打破的 如果你不这么想 那就去展示给我看 说实话 你真的相信 此时此刻 扪心自问 你伟大的海鸥乔纳森 会达到200英里每小时的飞行速度 我相信他比这个速度还要快 长官对乔纳森的信仰十分盲目 而且他教授给了很多海鸥这个技巧 去你的神话吧 长官 除非亲眼所见 我是不会相信你说的话的 在说出这些话的瞬间 海鸥安东尼便领悟了获得答案的关键 他现在还没有答案 但是他知道自己十分乐意跟在能证明这个事实的海鸥后面 并且心怀感激 他期待有谁能解答生命中的一些疑惑 并将美好和光荣带入每天的生活 在找到这只海鸥之前 或许生命会一如既往的会暗 凄凉 没有章法 毫无目标 每一只平凡的海鸥都只是血和羽毛的偶然结合 注定会被遗忘 海鸥安东尼决定走自己的路 有越来越多的海鸥和安东尼的想法一样 拒绝接受纪念海鸥乔纳森的任何仪式 他们为人生的无意义感到悲伤 但是至少能诚实地面对自己 接受人生并没有意义的事实 一天下午 安东尼在海上拍打着翅膀 思考着这没有目标的人生 没有目标意味着没有意义 那最恰当的生存方式 可能就是潜入海中淹死 与其像一棵海草一样生活 不如选择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毕竟这样的生活既没有欢愉 也没有意义 万物存在即合理 这是纯粹的逻辑 还有安东尼的一生都力求诚实 讲求逻辑 他觉得既然终有一死 那么就没有刻意延长 这平淡无聊的生活的理由了 于是他从2000英尺高的地方坠落 达到了55英里每小时的速度 这最终的决定生出了奇异的兴奋感 他终于找到了合理的答案 他逐渐下坠 海平面倾斜了 在他面前渐渐放大 在这自杀式坠落的途中 他突然听到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呼啸声 一只鸟快速飞过他的右侧 好似一道闪电 那一瞬间 安东尼感觉自己就像静止地站在沙滩上 而旁边急速飞过一只鸟似的 这只鸟有白色的条纹 在天空中划过时 犹如一颗模糊的流星 安东尼震惊了 弯曲着翅膀试图减速 他看着眼前的景象 感到十分无助 这道模糊的闪电 在海面上减了速 平滑地越过海平面上涌起的波涛 接着他猛地飞上天 会笔直朝上 无所畏惧 然后在天空中转了一个圈 这是一个长长的垂直慢速侧翻 在空气中形成了一个 不可能形成的完整的圆圈 安东尼愣住了 呆呆地望着眼前的景象 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 我发誓 他大声说道 我发誓我看到了一只海鸥 他立即掉头追赶这只鸟 显然这只鸟并没有注意到安东尼 嘿 他用最大的声音呼喊着 嘿 等一下我 这只海鸥立即扇动着一只翅膀猛冲过来 速度惊人 一瞬间 这道光芒冲向了他 安东尼此时正水平飞行 他拼命垂直向上飞 却仍旧倾斜着 很快停在了空中 犹如滑雪者停在下坡路的尽头 嘿 安东尼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你在 你在干什么 这是一个很傻的问题 但是他不知道该问些什么 如果我吓到你了 那么很抱歉 这只陌生海鸥的声音清晰而友好 让安东尼如暮春风 我一直在观察你 刚才只是在玩耍 我不是想攻击你 不 不 我不是想问这个 安东尼仿佛第一次体验到 活着的感觉 觉得备受鼓舞 你刚刚展现的是什么 哦 那是一些有趣的飞行技巧 一个俯冲 一个直升 和一次缓慢的慢速侧翻 这只是出于兴趣 如果你真的想把它们做好 需要一些练习 但做起来确实很漂亮 你认为呢 他们 他们 很漂亮 确实很漂亮 但是你从来没有出现在欧群中 你究竟是谁 你可以叫我乔 哦 做完 做完 我 这有点 有点 我 有点